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好 剛剛是上一段 輝文哥說這個成語細思極恐 這句常常聽到 現在昨天很多人說聽到這段質詢 如果是真的也是細思極恐 這個是立委陳娇華 他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他就播了一段錄音檔 這裡頭他揭露他說 這個裴委店裡頭在錄音檔裡面講到 今天是過審是總統的旨意 還說是蘇貞昌主導施壓NCC發照 到底他整個過程是什麼 我們來原因還原一下 蘇貞昌找了那個曾耀翔 找了NCC的主委 然後跟他講說 這些東西程序都已經完備了 你說要拖到公投扣 公投扣要趕快排 然後這個沒什麼好拖延的 就讓人家在很快的速度裡面拿到執照 我們今天是請便直接告訴我 就已經做了這樣子的安排 不用講我們放心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應該 應該是會 應該比較順利的話會在 12月底之前拿到執照 到底裴委有沒有打電話給您 您有沒有找陳耀翔來施壓呢 沒有 我就跟小英總統反映那些狀況 說NCC其實很無理群 然後那個禮拜 小英總統就立刻告訴蘇貞昌 這件事情人家已經做得最嚴格的處理 就是我們的內容 跟那個光章誠 沒有理由去拖人家 那你一定要趕快去處理 甚至府方的人 他是用那個洪耀圖做代表 去告訴陳耀翔說 你不要以為那個18號公投 如果沒有什麼好的結果 他會犯行政院長 然後這個案你就可以拖 這個是總統的旨意 不是行政院長的旨意 誰來做行政院長 這個案子還是要過的 到底蔡英文總統或總統府 有沒有打電話給你要求 處理這件事情 沒有 好 昨天蘇貞昌否認到底 但是這個錄音檔 就在國會殿堂上面呈現 大家聽到說這是真的嗎 統整一下三個重點 一個就是指出 蘇貞昌要NCC主委 快點去處理禁電室的執照 洗乾不要拖人家 另一件事情則是 他直接跟小英總統告狀 說NCC是無理取鬧的 另外也提到了說這個案子 是總統的旨意 不管誰當行政院長都要過 到底這個是真的還是假的 現在爆料的這一位委員陳交華 他在講歡迎來告 他說他願意跟蘇貞昌來對賭 大家去法院來說明白講清楚 今天上午在蔡英文公開場合的時候 就有媒體問他啦 服務院有沒有介入禁電室的審查 您有受益嗎 那當然他就是直接走過去沒有回答 但是蘇貞昌再一次的強調他們 不干預NCC他是一個獨立機構 而主角之一裴偉在今天也發了一個聲明 他說他要來提民事還有刑事的告訴同時求償 因為他認為這個錄音是經過變造的 他現在說已經查到了錄音的人是誰 另一件事情則想他說了他才不是真正介入電視台的這個主角 主角是民眾黨 彼此之間在對賭在攻防的同時出現了另一位蠻重要的關係人 這個是前進電視的董作叫陳建平 陳建平他講他證實這個錄音檔內容為真 他說他那個時候也在現場 如果需要的話他願意交出完整檔案 還說他已經證實了 這就是當時股東會的一個完整經過 好整起事件現在就要查 到底這個爆料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的話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原因是因為這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所謂的政黨的手 伸進去到媒體之間這總統真的有干預呢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就一定要查這裡頭到底是誰來跟他聯絡 那聯絡了幾次 但我們也要問 如果說這裡頭提到關係人蘇貞昌 蔡英文 洪耀福 這要怎麼查是要查他們通聯記錄嗎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裴偉他現在講說 這小英總統蘇貞昌都是他們的旨意 那這內容是主於真的 那他是不是也曾經這樣子在跟人家講呢 好另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是真的 那是誰在造假 造假的是時代力量嗎 因為這個陳焦華是時代力量的委員嘛 那他們要打擊的人是誰呢 而立委蔡壁如就在說 他其實整件事情在這一次 大家會非常的在意 聽到了錄音檔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說 他很在意的有沒有真相 因為他三月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接到了相關的爆料 四月的時候就跟法務部這邊來檢舉了 可是他把市政全部交出去 到目前為止根本就沒動 他就要問那法務部你敢不敢查 你有辦法能夠查出來 這個錄音檔是真的還是假的嗎 對不公堂真的就有真相了嗎 而整起事件也會讓人家想到 這麼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正媒的手 黨媒的手有沒有伸出去 伸進去到媒體裡頭 原因是因為還記得嗎 在當時中天事件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有很多總統府的記者 他們收到了密件 說總統跟蘇院長的會面議題 然後一個密件裡頭 就有提到NCC的人士 還有提到說有兩個人偏綠 可以配合處理中天 雖然府方後來也說這個是變造的 是來源不明的偽造文件 可問題是後來卻有人發現了 好像照著劇本走一樣 根本就跟密件的流程都是一樣的 所以到底有沒有介入府跟院 到底有沒有了解這其中的發展 回頭會合來請教上公 現在是立委直接在國會殿堂 把錄音檔給播出來 那就直接查 是真的 是假的 真的該怎麼處理 假的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錄音帶的內容 我相信是第一個 要不是全部事實 也會是部分事實 就是說那個錄音帶 裡面裴尾這一部分 他說變造 但是這個事情如果到了司法裡面的時候 其實法官裡面只在意 會比較在意的是 你有沒有說過這段話 而不是在意比較不會去側重 你在哪裡說過這一段話 就是說你有沒有說過這一段話 當然你聽剛才播放的那一個 你真的聽不出來所謂的變造 可能是簡的部分 簡的部分 裴尾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話 你用陳建民的前董事長說的話 就已經證實 確實是裴尾講的 所以我覺得錄音帶的內容 大概不需要太去爭議或質疑 是爭議的是 錄音帶所說的事情是不是真實 是不是真實 就是錄音已經是真的了 但是他裡面做出來的這三項 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如裴尾所述 蘇貞昌真的有找陳耀祥 蔡英文是不是真的有找 有找蘇貞昌 洪耀福 其實這些事情的真假 其實大家比較在意的是這件事 但各位不要忘記 2016年 蔡英文當選的那一天晚上 裴尾的所負責的媒體 跑出一條新聞 叫做立院黨團 那個政府院長 蔡英文說了黨團自主 這一段話是從哪裡來的 蔡英文接了裴尾的祝賀電話以後 裴尾問了蔡英文 蔡英文給他的答案 你說很奇怪的一件事 蔡英文一定跟裴尾之間 沒辦法溝通或是講電話 這一點我就滿懷疑的 因為2016當選那一天晚上 你看多忙的時候 蔡英文都接了裴尾的電話 當然這件事情 其實政壇上早就傳得風風雨雨的 傳得風風雨雨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比較有趣的一件事 是我們剛才談到周一科的時候 我們談到了一個人洪耀福 今天我們談靜電視 又得談到洪耀福這個人 當然洪耀福到底有沒有介入 但你說裴尾的說法的講話 以一個媒體的負責人等等 我覺得你一面 我相信是部分事實 我也不敢說是全部事實 因為某種程度上 你可能要對股東上面增強 股東對他的吸引力的時候 可能有一部分是不是被略為誇大 所以我說我不敢說是全部事實 但我相信裡面有一部分是事實 你現在反正裴尾已經要告了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拿錄音帶去鑑定 第二個開始通聯紀錄調出來 你把裴尾的通聯紀錄調出來 我們來看看他的聯絡 那一段時間聯絡的是哪些人 那些電話的來源是到底誰 通聯紀錄 其實不難查 通聯紀錄 他有沒有跟行政院通過電話 有沒有跟府裡面的通過電話 還有是不是有跟洪耀福通過電話 其實那個通聯紀錄把它調出來看 我覺得不難查 只看願不願意查 只看願不願意查 來請教輝文哥 蔡壁如花就講 我這麼早之前就已經先去 跟法務部檢舉 我證據也放進去了 違法市政到現在為止 法務部就是不敢查 那現在所以國會電堂 又爆出了一個錄音檔 大家聽到真正的錄音檔的時候 嚇一跳說真的有這件事情嗎 我如果改天遇到蔡委員 我再問他 因為沒有人去跟法務部 法務部是不管這種事情的 法務部是管司法 法務行政的部分 案件的偵查 控制在邢泰昭手上 在最高檢察署上 你跟法務部檢舉 走錯路了 這個我也那個 不 剛剛政治上面的分析 大家聽上公講 我來講一下司法的部分 因為葉宇你剛剛講是靜電視 你看我講靜週刊 你看最近這一陣子 這個張善政的也好 高鴻安的也好 出手的是誰 都是靜週刊 怎麼那麼巧 我才不相信那麼巧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打手 就是民進黨 你看民進黨的桃園市黨部 把靜週刊兩級 攻擊張善政的抽印起來 塞到挨家挨戶去塞 民進黨現在很有錢 民進黨不是以前 二三十年前 我們認識的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吃東西 吃東西 民進黨現在是以前的國民黨 那種黑金的那種手法 這個民眾黨 還有這個時代力量 因為這個靜電視這個爭議 一開始是民眾黨先出手的 民眾黨跟時代力量 他也是打手 這個就是受人之託 人家東西拿給你 你就去打 後來民眾黨也被圍剿 所以燕宇我的講法是這樣 因為裴偉是我們新聞界的前輩 你不能看裴偉 你要看裴偉後面的人 可怕的不是裴偉 裴偉他是一個 他是出來處理事情 但是他後面是有金主有勢力 不然光掏他一個人去弄金電視 去弄金週刊 怎麼可能 這裴偉他是以前一週刊的社長 一週刊出來的 是一週刊 當年黎智英的種種的事情之後 他才跳出來有進週刊 後來才有進電視 所以問題是在裴偉後面的人 不是裴偉個人 我要強調是 至於剛剛講到說 檢察官 法官去查那個 我舉一個今天我最詫異的新聞 來當我的結論 一張觀眾朋友看看 這個司法有多恐怖 來 麻煩攝影大哥 你看 這種事情 楊網軍羞辱我們的 大阪辦事處的書處長 楊慧如去提示線 大法官居然收了 楊慧如你是什麼毛病 你是欠我罵是 我又統計數字給大家看 因為這個是 其實是非常難的 大法官居然去收理他的案件 這個統計是大法官的統計 就是視線 其實燕營觀眾朋友你要了解 你要申請視線是很難的 請大家看 這個是全班的案件 受理的比例這麼低 7%多 如果是老百姓去申請的 受理的比例 5.99% 這個是民國100年到110年 11年的所有的受限 這個是大法官的資料 這不是我的資料 就是你要去申請視線 你獲準的比例只有5.99% 我要請問觀眾朋友 楊慧如你去羞辱外交官 為什麼這種案子 你還去申請視線 然後大法官竟然準了 因為他是被判醫科罰金五個月 五個月就是15萬 其實不是錢的問題 他是面子的問題 可是燕營我差異的是 這種在我看來的這種差案 如果我是大法官 我就直接駁回就好了 因為我剛剛也拿比例給你看 90幾%的以上都是被駁回 為什麼大法官 你要去受理楊慧如的案子 這在我的解讀 他是要告訴這些1450說 不要怕我在憲法法庭 我現在是大法官 你暗自地上我看到了 是你喔 好 我準了 我收了 難道你要幫楊慧如方案嗎 所以觀眾朋友 你現在我講這個例子 你回到這個時代力量 這位立委他說 我們來去比對什麼聲聞 我們來去查什麼 查你的 他不會去查的 就跟國民黨去北檢案 林告陳時中賭職 台北檢案書會查嗎 台北檢案書 我如果去辦陳時中賭職 我立刻退出演藝圈 不可能 你是在殘民 對不對 反正我也沒加入演藝圈 我就直接退出了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看到整個司法 他是綠掉了 農會去幫鄭運鵬 老人去參加肇事大會 他就是以前 我們認識的國民黨 他是他現在都控制住 都自己定住 即便你這個錄音檔來講的話 我跟你講對蔡總統 對蘇院長 對NCC這樣 因應我的結論 我認為殺傷力是不夠的 好 來請教委員 他覺得這樣殺傷力不夠 但是問題是 在國會電腦上 大家就聽到這些聲音 大家還是覺得說 難道不需要給一個交代嗎 當然NCC是獨立的機關 委員也都是有任期的保障 照理說應該是獨立行使職權 所以在立法院的時候 蘇貞昌院長也否認有這件事情 他也說絕對不可能 至於這段錄音所說的內容 裴委所稱的 跟弘耀福跟蘇貞昌 蔡英文這些對話 到底是裴委自己講的 還是說真有其事 當然裴委自己心裡最清楚 外界當然如果需要真相的話 當然也是需要法院去釐清 到底整個過程是怎麼樣 現在也已經進入司法 也有提告了 不僅是裴委有提告 包括今天禁電室的前董事長 他也有出面來指控說 他認為這些內容兩個多小時 都是事實等等 我覺得現在當然他們內部 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所以變成說 前董事長出來指控現任的 這個禁電室的裴委等等 我覺得說內部的這些糾紛 當然現在外界還是物理看花 但是我覺得 相關關係的人還有院長還有總統 當然他們現在都是否認 所以說我們也很難說 現在憑著這個錄音帶 裴委所說的內容 就說一定有這件事 因為可能還需要有其他的證據 那是不是司法如果能夠釐清 讓真相能夠讓大家知道 我覺得會比較明確 那目前所看起來就是說 這些委員在審議的過程中 有沒有違反他們專業的部分 認為說禁電室 不應該發給執照或是等等 這些我覺得大家可以去質疑 就是說立法院可能 必須要去針對這一點 就是說當時發照的過程中 是有哪一點你是特別放水 還是說禁電室 他本來依照他們所NCC的要求等等 他是符合發照等等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去質疑的地方 OK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來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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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